11月27日晚有网友在网上爆料称歌手陈宇凡吸毒被抓 爆料者指消息绝对可靠 表示当事人现正在办案中心而跟他被抓的还有其他人 引起网友的热议 有媒体向陈宇凡及他的前妻白板核求证 但两人的经纪人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没有回应 直到11月28日早晨10点 陈宇凡所属的巨匠娱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 声明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对于造谣陈宇凡先生以及散播谣言的各种不实行为 我司表示强烈的谴责 但不久之后陈宇凡公司就把辟谣的声明删除 之后再宣布取消12月将在北京举行的语权20周年演唱会 另外11月28日下午13点44分 北京市公安局石井山分局官方的微博发文指 2018年11月26日 石井山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本市某小区抓获两名涉毒违法人员 陈某男43岁歌手和何某某女25岁 无业现场起货冰毒7.96克大麻2.14克 精尿检陈某城冰毒类和大麻类阳性和某某城大麻类阳性 目前陈某因吸毒非法持有毒品和某某因吸毒均被行政拘留 此案正进一步的工作中 随后陈宇凡所属的聚强娱乐再发声明表示 对此前勿发声明的行为 向广大的网友表示歉意 对旗下一人陈宇凡的行为感到痛心及惋惜 对给公众带来的不良影响感到万分遗憾 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据悉和陈宇凡一起被捕的何某某全名叫何时珍 是陈宇凡同居多年的女友 两人在一起很久了 事后 宇全成员胡海全15点16分在社交账号发文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以你来代替 权文如下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戳道极致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把痛苦与你最应该亲近的人分担 为什么你要对我隐瞒这么久 为什么你选择用如此愚蠢的方式逃避现实 为什么你沉沦的时刻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为什么你忘了这20年来 还有那么那么多的伙伴 曾给予我们的信赖和希望 为什么 为什么 令很多网友感到十分的痛惜 毕竟宇全曾是陪伴了大家那么多年的美好回忆 陈宇凡出事了 胡海全的事业将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到了晚上11点 胡海全在发微博感慨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 惊醒后一切如常 可惜 现实就是现实 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能重来 人性无常 人世沧桑 重新20年的伙伴 共建20年的雨全 难道就要以如此不堪的方式收藏 我只能心底憋住一个希望 不让他消亡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我们还是我们 我们还能重回曾经洒脱阳光的模样 此外 有指示发前一晚 陈宇凡和胡海全还一起为所开的餐厅开幕 陈宇凡还开心的与好友合照狂欢 当时胡海全也在线上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